西方世界阿弥陀佛 真是慈悲到了极处了 它有天橋方便的设施 可是我们自己还得要啃去 去到那个地方起码的条件 是要念佛念到心地清净 为什么呢 因为那边人心都清净 你要不清净 你到那个地方去的时候 你给人家不能相处 人家很欢迎你 你自己一听到我生烦恼 这个道理就在此地 那个地方的人通通心清净 所以叫净土阿 心不清净呢 没有办法到他那个地方去休息 他没有别的条件 只要你心清净就行了 就与他志同道合 心清净呢 我们将功夫成平 代业往生 古德他说 生动的业障 所有业窍法门都消不了 唯一读念佛可以消除 这才知道念佛是消业障 最好的方法 没有比这个方法更殊胜 那么我们念佛 为什么还消不了业障 虽然念阿弥陀佛 念念都是自私自律 这就是不如法 我们的心没有像阿弥陀佛那样广大 我们的愿没有像他那样的红愿 愿因就在此地 固然是霸心霸愿 这一句佛号就是霸心啊 所以在修行当中遇到障碍 得不到效果了 就找原因 我们到底坐在那里 原因找到 把原因消除 那我们的修学就一帆风顺了 所以这个修行的目的 念佛的目的 要妄念不起 那心就清净 清净则佛途径 这个才真正的 有把握往生理 清净是没有妄想 没有咋念 齐心都念都是阿弥陀佛 必定生净土 清净是我们净土宗家的功夫成品 心清净 也就是说 我念这句佛号 从早到晚 一句接着一句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行住走我 都是一句佛号 没有咋念 没有咋念 没有妄想 这个要清净些 要想到夜进步 要怎么做 看破 放下 看破 是智慧 我明白了 我不再走错路 放下 是真感 放下一切 妄想 妄想 咋念 从早到晚 身心 清净 六根 七处六正 修行 就是许习 说什么 说不起心 不同意 对内 对外 不分别 不止住 看破 够要记住 看破 就是对于 四十真相 真正的 明白了解 这叫看破 放下 不会再把这些事情 放在心上 心 永远 清净 这样才能够 生起 高度的智慧 智慧 是自性里头 奔来之急 障碍 智慧的东西 除掉 看破 是除 俗智障 放下 是除 烦恼障 佛常讲 我们两种障碍 仗住自信 这两种障碍 去掉 智慧 就先去 一切通达明了 一点都不迷惑 无论什么事情 学过没学过 只要一接触 就明白了 就通道 没有障碍 那叫看破 放下是 放下 是非人物 放下 贪嗔痴慢 那个心里头 所有一切不善 全放下了 虚伪 放下了 任务 放下 供高 磨慢 放下 迷惑 颠倒 放下 自私自利 放下 叫你放下 这个东西 看破之后 真正能放下 在佛法里面 看破 是真正的学问 放下 是真实功识 看破 放下之后 我们所不学的 就是一只阿弥陀佛 其他的通通可以学掉 以后只留着一个阿弥陀佛 你就决定往上 所以真正修道人 不见世间过 不要说与我不相干的 与我相干的 也放下 也不挂在心上了 事法 佛法 统统放下 你才行啊 你才会相应啊 经常常讲 大家口上常念着 一念相应 一念佛 念念相应 念念佛 真能一切都设想 身心清净 没有忘了 这一句佛号 才能念得好 才能够念到功夫成天 念到一切不乱 换句话说 希望世界 末年于智子 既然会议 稳永远 没 你 你 你 我